陳曉、陳妍希因為合作電視劇查出愛火 婚後育有一子響明小星星 兩人的神仙愛情一直是演藝圈恩愛代表 尤其兩人在婚禮上浪漫的仙頭殺之吻 這一幕讓所有人不禁直呼要融化了 而陳妍希當初拍《神雕霞旅》 兩人在戲裡上演分隔16年的生死虐戀 當時陳妍希拍攝食鹽控飲食 收工後沒答應過陳曉吃飯的邀約 反而過了一年在宣傳時 陳曉展開積極追求 第一天他跟我講的時候他就說 他就說我覺得你很像很像我老婆 我覺得這應該是我人生最開心的一天 真的真的好開心 之後陳曉2015年8月關宣戀情 在微博霸氣發文 總有一天你會跟我信 顯然把陳妍希當作人生最後一個女朋友 兩人生的兒子取名陳慕成 其實也暗藏了陳慕成的生情密碼 據說遇到陳妍希之前 陳曉從來沒有結婚的念頭 她曾經說過結婚好像是第一坡人幹的事情 我不屬於這坡人 但是陷入熱戀後 她形容像是被雷劈到一樣 以前的想法全部顛覆 在陳妍希台北的歸寧宴上 陳曉說出平時卻動人的誓詞 每一天這集都動一笑 都讓你開心 然後 另一個點好 老婆我愛你 一心開心 兩位真是把愛情火成了最好的樣子啦